经营面店有21年之久的老板谢灵珠 有感于过去承受社福团体救助度过生活难关 从三年前开始他在好朋友的邀约之下 投入公信爱心待用餐的行列 到现在已经募得7081碗面 他捐出了4902碗 他表示虽然目前自己还是负债的 不过只要还能够继续煮面 爱心待用餐就会一直供应下去 要温饱弱势者的胃 上午时分面店老板谢灵珠 已经在摊前 手脚利落底被料 准备迎接客人上门 很难想象过去的他曾经是社会边缘户 21年前丈夫中风卧床 家中顿失经济支柱 无奈名下有自住的房屋 无法申请低收 他一个人扛起了照顾先生和三名子女的责任 靠着微博的收入及慈悸的急难救助金 勉强度日 3年前谢灵珠与好友 同时也是社福工作者的林玉璃 合作办理了爱心待用餐 民众只要捐面 他就加赠卤蛋 提供弱势团体及需要的协助者免费索取 那一年当中是真的很苦 我会知道说刚当下的时候 没有收入然后小孩子也要吃 然后又不能出去工作 那种无助的感觉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申请补助 我们自己要付出 那我就说好那客人就是 一份是40块一碗面 那他们供应客人捐面的话 我就加一颗卤蛋这样子 安心家园啊华山基金啊仁安基金都是由我同学去跟那些站长联络有这个讯息传达给他们 叫他们自己制作那个餐券过来这样 因为让他们自己拿餐券来的话他们不必开口 我们看到餐券就可以了解说他要这个餐 这样才不会伤到他们的自尊 至今已捐出近5000碗的爱心面 洗碗槽内堆积如山的碗筷 对谢灵珠和弱势者而言那些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他也笑着说虽然目前还背负债款子女经济不佳 还有三个孙子要带 但是只要他还能煮面 爱心带用餐就会一直供应下去 温饱社会弱势者的胃 记得萧家惠台东市报道